我是覺得阿舅這樣慢慢的 沒有都市的壓力啦 沉澱自己的心情 往上提 往上提 不要往下拉 如果說是熟的話 它也會很容易 你這樣一摸它就掉下來 如果說很熟的話 它吃起來很甜 如果說沒有熟透 它自然是酸甜酸甜 別有一番滋味 不一樣的滋味 說這個是草地所在嘛 就是要用一個草地的名字 他說草地骨比較相同 這個我是無心茶流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 從小孩的時代我就 我就很憎恨了 我就很憎恨這麼多了 我爸說啊 你去種一層 種一層說 比較容易找老人 對 這是一個憎恨 正經我本身是做工序的 我跟他說啊 你不用這樣 我們是一些建築業的朋友 跟他說花多少錢 他們願意支助我啦 他們愛的就是說 你要堅持無份量 一個V字架啦 我們現在這樣 如果用鋸 這樣看 是不是說 都是V字架向外這樣 我是要讓它這個枝條 讓它朝這個方向 這樣的時候 日照通風才會衝擊 兩分多的應該 有差不多百二層啦 在裡面你看 那裡 在裡面 日圖還要 現在像那些隧道成型的時 你也不會碰到日圖 就這樣覺得說 唉 心情蠻放鬆的 那我就請人工 所以說 一定要補起 枕口乾淨 你們進來 你們有感覺說 蟲啊湯啊 沒有嘛 我們就是 兩天這個網子造起來 把這個環境 跟外面給隔絕 今天這個東西 我 跟它相處 五一 可能應該跳過四十年 因為我六十幾 我差不多國小 那我就很喜歡這個山盛 因為我所有的平靜 都不經過 包括 長條型的那個 也種過 這種的 那個地頭比較長 會比較好辦 我就用 枉子這個 故意不需要 接受 那個就是 就是這樣 讓那些椰子也跟我吃 你一個人來吃 這樣來講的時候 享受這個大自然 宜蘭尤其空氣好 再去露兩順 所以說這個青蛙湯 很少看到灰塵 這就是 非常高貴 採果時間 才有一個月 我會稍微舒服 它就錯過去 這樣 現在隧道型的 我覺得更好 明年 我會更加趁高一點 我就是 獨棚都是三月中 到四月中 這是 統改大出 我 我 自己知道 我這很多年了 從1997 到這幾年 到20幾年 他們 開始 一直都 不斷的 咧咧 以小弟自己擇次 學老師的 一定要堅持 不斷容易 就這個 剛剛Google 用草地果園這樣 比較容易找 請你